Shalom Everybody 平安 The book of John 8 32 says 約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 That the truth will make us free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自由 And Oseah 4 6 tells us 何西亚书四章六节这样说 神说我的名因无知而灭亡 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奉主耶稣的名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说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 我们渴望对你喜悦 神啊,求你试下我们聪明的灵 求你试下你的灵 天父,试下爱的灵 让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跟我们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还有知识与敬畏耶和华的灵 Grant us Abba, we need you 神啊,绝许我们吧,我们需要你 We cannot do it without you, Lord 我们离开你,什么就做不了了 We ask in the name of Yeshua Mashiach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You see,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actually everything is in the Bible 我们必须理解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记载在圣经中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God wrote the Bible 我们要记得上帝写了这个圣经 God is taking us through the Bible 上帝带我们看这个圣经 神用先知用他的仆人写了这些圣经 他不但要我们了解真理,要了解时间 他要我们了解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透过他的话,他分享给我们知道 我们有他的话 就像神对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这样子说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所以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告诉他的子民 神需要我们明白和理解 神透过戴以理七章二十五节这样子说 他就是敌基督,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变节旗和律法 圣民,也就是他的圣徒,必交付在他的手中 一载二载半载 他告诉我们,敌基督要折磨我们 他也会跟我们讲,他企图要改季节跟律法 我们要问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改这些节旗和律法 我们要看,他声音上讲,他会试着改 讲试着,他并不一定成功,而且不会成功 而且圣徒会及时地了解,而且会抵挡他 也就等于上帝会及时地把这个真理掀开给我们知道 这一节呢,说敌基督会企图改变律法 所以律法是什么呢 律法就是圣经 九月 以色列人叫这个圣经神的律法 是律法书,神的律法 这敌基督呢,在今天尝试要许多人相信 这个律法已经不再重要了 所以要迷惑我们 我们是否可以不要神的律法呢 人类我们的理解上真的是很受限制的 上帝透过他的律法引导我们走向神的道路 我们必须改变,这样才能进入神的国度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样式我们进不了 所以敌基督要尝试要我们改变这个律法 让我们失败 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样子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所以父神的旨意就是律法 耶稣继续说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还奉你的名洗了许多神迹吗 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们这些作恶 也就是没有律法的人 离开我吧 他们称他们为没有律法的人 但一里也说 敌基督将要企图要改变时间 现在问题是什么时间 我们看立位纪二十三章 他讲到主所指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称这些为节日 从这一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些节日不光是犹太人的节日 因为在这一章呢 神说这是我的节日 是我所指定的时间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也必须理解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重要 这个节旗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 我们就会倾向把以色列和节旗偶像化 所以要告诉你们 旧约这些律法书是必要的 还有神所有的计划都在旧约中 而且如果没有已经在旧约上说的 没有已经在旧约上写的 就不会成就 因为新约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在旧约中被预言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我来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是要成全 我不是来废掉先知 所有在旧约中预言的 没有旧约一个人就无法完全的理解新约 所以新约如此强烈的警告我们 要小心被迷惑 启示录第十六章这样子告诉我们 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 他讲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恐龙口 兽口 并假先知从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歧视 所以他说从 龙口 兽口 跟假先知的口中 这就是 鬼魔的灵 行 奇迹 为什么圣经讲 他们叫青蛙呢 因为青蛙是用舌头来打猎 所以又长又滑又黏又快的舌头 所以这就是意味这些假先知领受了舌头的恩赐 非常有莫利的舌头 就像圣灵所给我们的 耶稣也一次一次警告我们不要被迷惑 因为很多假先知会奉我的名而来 你知道迷惑所带来的问题吗 所以很有迷惑性的 我们必须理解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所以是善与恶 不单是邪恶的 也有好的 来迷惑 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这样说 于是女人见那果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 又愿人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 正好是好的部分迷惑 就好像圣经说 甚至那选民 许多人被迷惑 这个选民就是基督徒啊 不是妓女 不是盗贼啊 是信徒 是选民 我们仔细地看圣经 所有东西都有冒房品 所有的事情都有两个 很危险 我们必须意识到 在圣经中有两头狮子 一头是犹大的狮 另外一个就是 遍地吼叫游行的狮子 有两个犹大 雅各的儿子犹大 从犹大支派 还有卖耶稣的 加略人尤打 有两个神 有天上的神 亚伯拉罕 伊萨尔 雅各的神 还有这个世界的神 就是哥林多后书 四章四节告诉我们的 撒旦 撒旦 圣经也告诉我们有真先知 有假先知 而且圣经上也有两个 耶稣 两个耶稣 记得吗 彼拉多订耶稣十字架上的时候 彼拉多知道他是无罪的 是在月节的时候 彼拉多问百姓 你们要我释放谁呢 他释放神的儿子 耶稣 还是巴拉巴 我们知道耶稣是个犹太人 他是说西伯来话的 我也知道圣经的原文是西伯来文 所以圣经的人也都有西伯来的名字 耶稣西伯来的名字 耶稣西伯来的名字是耶稣亚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 其实巴拉巴不是他的名 而是他的姓 巴拉巴是他的父亲 巴拉巴是一个父亲儿子的意思 第一个巴是儿子的意思 第二个拉巴是父亲的意思 如果你调查的话 你会知道他的名也是耶稣亚 就像耶稣一样 所以巴拉巴的全名是 耶稣亚父的儿子 就像耶稣 是一个父的儿子一样 所以当我们了解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 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维度 所以比拉多其实在问他的百姓什么呢 你要我们释放给你们什么呢 耶稣基督还是巴拉巴 事实上他在问他们 你要我释放谁呢 你要我释放哪一个约书亚 你要我释放哪一个救赎 约书亚神的儿子 还是约书亚一个父的儿子 耶稣亚天父的儿子 还是耶稣亚地上父的儿子 所以耶稣亚是救赎 所以他事实上在问他们 你要选择哪个救恩 是神来的救恩 还是人来的救恩 人选了人来的救恩 因为如果他们选了巴拉巴 他们就不用改变他们的生命 他们就觉得很舒服 在罪里生活 可是如果他们选了耶稣 他们就要生命的改变 所以他们就选了地上的耶稣 他们其实选了错的救恩 错的救恩 所以从错误的父亲来的救恩 就像在以电源一样 像他们我们也要选择 我们也要选择哪一个救恩 是从天父来的救恩 还是从人来的救恩 耶稣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我们 不要被迷惑 因为敌基督将要迷惑许多人 我们看从但以理第八章 神怎么样告诉我们 有关于敌基督的事 但以理第八章 二十四到十五节这样子说 他的权柄必大 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地毁灭 事情顺利任意而行 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 他用邪术成就手中的轨迹 心里自高自大 在人坦然无悲的时候 毁灭多人 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 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这里说敌基督将要毁灭 有能力的人和圣民 经文也说敌基督用和平来毁灭很多人 他是用和平来 就是毁灭我们 用和平 我们一定要警醒这些迷惑 真的非常有迷惑性的 很不幸的呢 就是从翻译中 有很多意思遗失掉了 我们也要记得 这个原文的圣经 是神写的 透过圣灵写的 就是无穷无尽真理的启示 可是呢 翻译是由人做的 所以翻译是受到限制的 一个人理解多少翻译多少 因为圣经中隐藏了很多 人就无法翻译出这些隐藏的启示 所以单一里第八章告诉我们 敌基督将要用和平来毁灭许多人 在中文的圣经里没有提到 用和平 只提到要毁灭很多人 所以很多东西都有冒防品 所以耶稣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我们 许多人冒我的名来 就说我是基督 很多假先知 所以不要被迷惑 我们看敌基督真的很费心机 来改变节气和律法 就像但一里第七章二十五节 告诉我们的 所以敌基督不要我们去读圣经 也不要我们重视这个旧约 因为他要改变节气 也是改变主所指定的时间 就是节气了 如果不重要的话 敌基督也不会费这么多心机来改变 对不对 因为神所有的计划 都隐藏在旧约里面 神不会做任何事情 除非已经在旧约里写下来了 这些都已经在旧约里写下来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 一切都在旧约里 旧约和新约 其实是合一的 没有一个人能把它们分开 新约其实藏在旧约里 旧约也被新约掀开 所以你要理解新约 一定要看旧约的 而且旧约呢 也都是耶稣在教导的 耶稣呢 教导就是这个根基 没有一个房子 没有根基能够建立起来的 我们要记住 敌基督很费心机 要改变节气和律法 就是主所定的时间 就是这些节气 因为神所有救赎的计划 都在节气里 神设立救恩的计划 把它分为七份 并且每一份都定下了日期 然后神说 这是我指定的时间 我的节气 我们并不是来敬拜节气 所以有些人是这样子想的 这些呢是先知性的 是来解释神的救恩计划 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 节气 也要理解 以色列在神的计划中 办的角色 我们也需要理解 所以先知性的动作 是什么意思 还有预言的意义 你知道先知性和这些预言 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对不是我们口中这样 随便讲的 或者脑子随便想出来的 其实这些先知性的事情 是与神同工 就好像神呼叫亚伯拉罕 要他把他的独生子献祭的时候 亚伯拉罕顺服了神 就献了他的独生子 为什么神会如此不人道 来为难亚伯拉罕呢 这是很残忍吗 还是他背后有更深的意义 若要坚定的战义 我们一定要了解 在诗篇一百一十五章十六节 这样子说 圣经告诉我们 天是耶和华的 地他却给了世人 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人 给另外一个人 一个房子当作礼物 然后领受房子的这个人 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了 问题是 给房子的这个人 能够随随便便地 进入人家家来清洁吗 他不行啊 因为在律法上 已经不属于第一个人了 他们一起才能够 清洁这个房子 除了第二个人 给第一个人许可以外 他不能进来 所以这个 先知性的行为 就是这个代表 这个就是神与人同工 来修理地上的乱局 除非神透过人来做 否则神不会在地上 做任何事情 我们也可以看到 神是透过先知才来行动的 神与他的先知们 一起做先知性的动作 一个事情必须先被说出来 才能够执行 就像一个彩排 一个先知性的动作 然后才能够成就 这个就是怎么样运行的 事情先在物质界被说出来 然后在灵界被说出来 神先说让我们来造人 然后人用土造了人 然后神把灵放在人里面 神先向摩西说出律法 然后他用他的指头 把律法写在石板上 就是第一个五旬节 然后在第二个五旬节 神把这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中 也就成就了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三十三节 正如神告诉摩西 举起手来 这个红海就被分开了 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一节 这样子说 摩西向海伸张 耶和华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 就是神如此工作 神这样子工作 他需要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 一个信靠神的人 是一个信靠的一个关系 所以从这个开始 神告诉亚伯拉罕 谢你的儿子为记 然后亚伯拉罕怎么说呢 当以扫问亚伯拉罕 羔羊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的 亚伯拉罕这样子回答 神必自己预备 做翻记的羊 亚伯拉罕说出必要说的话 随后亚伯拉罕做出了实际的动作 他要把他的独生子献祭 所以先说 然后有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一个被等待 要成就的先知性的动作 所以神先找亚伯拉罕 所以亚伯拉罕做了先知性的动作 所以神怎么样回报呢 完全一样的事情 亚伯拉罕献上了他的独生子 神也献上了他的独生子 所以就成就了当时的语言跟宣告 这个就是先知性的动作 我们必须理解先知性的动作 还有其中的意义 我们不了解的时候 我们只是盲目的在跟随 我们就把这个事物变成偶像了 比如说就为了自己造一个金牛犊 当我们了解神怎样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圣经 也了解他的诫命的时候 我们了解节旗 也了解以色列的角色的时候 我们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成了非常有能力的器皿 在神的手中 然后神就真的可以用我们了 神告诉摩西 举起双手来 他就举起双手来 以色列就占赢 跟他手累的时候放下来 敌人就在赢 他又再次举手 以色列再次得胜 神告诉以色列人说 围着耶利哥城 走七次 然后一同呼喊 一同吹脚 他们这样做了以后 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耶利哥的城墙倒下来了 仇敌的城墙 彻底的倒塌了 所以先知为神做什么呢 显著性的动作 为什么一定需要呢 因为这就是神怎样工作 除非神与人一起工作 不然神在地上什么事都不做 这就是神怎么样的工作 一定要先被说出来 比如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神透过话语来创造 没有用锤子来创造世界 他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 然后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 他也就是创造了小的创造者 他其实在寻找先知 他在寻找人 相信他 相信他的话的人 神在寻找理解他的人 神在寻找理解他的人 神在寻找人 一起去带神的国家 去地上 神要找人一同把天国带到地上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撒旦也在做同样的事 撒旦也用嘴来宣告 撒旦也用人来做先知性的动作 所以这些就是巫术 其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非常逻辑 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而且是讲到人的救赎 我们不理解新约的话 就理解不了旧约 而且理解不了旧约的话 也没有办法理解新约 他们其实是一本书不能分开的 就像我们没有办法把耶稣跟天父完全分开 他们也是合一的 请看 父神从他的爱 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 然后神创造了地 然后在地上造了一个园子 唯有在这个园子里有神完美的次序 然后神就把亚当夏娃放在园子里 他们给他权笔和治理的权 他要他们生养众多 而且征服治理 然后上帝要他们扩张原子的边界 直到全地被恢复 这样就完美了神的次序 所以从这个方法来摧毁在地上黑暗的势力 可是亚当夏娃犯了罪 他们站在蛇或是龙的这一边 跟撒旦站在一起了 所以他们就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了 所以地上所有的权柄跟治理权 都变成撒旦的了 所以现在谁在治理这个地呢 人和撒旦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这样子说 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 路加福音呢 十章十八节这样子说 撒旦如同闪电一样的坠落 启示录十二章四节也告诉我们 撒旦带走了百分之三十的天使 与他一起反叛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这个宇宙就有两个国度了 一个是神所管理的光明的国度 一个是撒旦所管理的黑暗的国度 所以他们一直在战争 他们为了钱 为了地 来战争吗 他们的争战是我们的灵魂 当第一个亚当失败 或者跌倒 神就继续拆开了第二个亚当 这个就是米赛亚 你们都知道 达利亚是从以色列来的 以色列 其实 各各都在战争中 感谢神 我们早就赢 可是你想 我们不了解我们敌人 我们会赢吗 以色列了解他们的敌人 以色列了解他们的诡计 也了解他们的手段 所以我们总是赢 如果我们要战胜我们的敌人 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的敌人 我们了解谁是神的敌人 我们也必须了解 圣经的价值 也必须了解 所有都已经写在圣经里了 我们也必须 永远不要允许自己 接受任何不在圣经里的东西 也不管这个人 有多有名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 这样子说 但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主纵 所以圣经如何告诉我们 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要记得的是 我们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 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敌人 以前是神的天使 而基督徒叫他 路西佛 这个名字也是一个谎言 这个路西佛 这个名字是从 承载光这个字 而来的 又是一个谎言 因为撒旦没有光 一点点光都没有 正如在神里 没有黑暗 所以路西佛不是撒旦的真实的名字 撒旦的真名不是路西佛 而是 Hilal Ben Shachar Hilal Ben Shachar Hilal Ben Shachar means Hilal Ben Shachar的意思呢 Hilal Ben Shachar Hilal是赞美者的意思 Ben means son Ben is儿子的意思 Sachar means don Sachar是黎明的意思 which comes from the actually color black 其实是黑暗的意思 Yeah it's Hebrew 是西国来文 And this is come from Hilal 14 verse 12 这是从 以赞亚书14章12节来的 Yeah It says How you have fallen from heaven Oh Hilal Ben Shachar 它说 Hilal Ben Shachar 你如何从天堕落 从天堕落 But of course the translation I don't know what Lucifer 可是被翻译成 Lucifer Actually the name His name is The Praiser Son of the Dawn Son of Son of Darkness 所以他的名字 其实是赞美者 黎明之子 黑暗之子 Don is the hour before the morning light 其实黎明是指 天亮之前 A very very confusing hour 一个很有迷惑性的 一个时间 It's an hour where shadow take shapes Yeah very deceiving 因为在 昏暗的影子 使人很难分辨 So why is it important for us to know that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 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 法律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想合法的 赶鬼的话 可是我们宣告出来 所写的名字 是一个错误的名字 我们的宣告是无效的 其实这个名字 也告诉我们 神造撒旦 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其实撒旦也是 神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像罗马书九章十七节 这样子说 因为经上有话 像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 普遍天下 就像神兴起法老 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神也兴起撒旦 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神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他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捷径我们的方法 也是充满智慧的 其实他很容易地改变事情 他只要收回他的灵 所有的都变成成土了 可是他真的很爱我们 所以他必须洁净我们 还把我们带回他这里 所以他必须管教我们 我们从圣经看 神教导我们怎么样管教我们的孩子 他叫我们用杖来管教我们的孩子 在真言23章13节 不可不管教孩童 你用杖挡他 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所以这是为什么神 必用杖来管教我们 所以我们才不至于死 可是看神怎么样跟约束亚说 在生命纪7章22节这样子说 耶和安的神 必将这些国的民 从你们面前渐渐地赶出 你不可把他们速速地灭尽 恐怕野地的兽 多起来害你 所以神在这里讲什么兽呢 他在讲我们里面的兽吗 他在讲我们的 骄傲我们的嫉妒 太悖逆的天性吗 这些影像死亡的东西吗 神这里告诉我们 我会渐渐地 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神也告诉耶稣 如果你不把他们都杀掉 如果你没有把你的敌人都杀掉 他们就必会成为你眼中的刺 乐中的荆棘 我们不是持续地被撒旦来攻击 我们会改变自己吗 如果有人违背律法 警察有权柄把他关到监牢里 可是一个国家如果突然没有警察会怎么样呢 一定是乱成一团 撒旦就好像灵界的警察 其实他很合法的 除非我们违背了神 他碰都碰不了我们 而且这个律法是神的律法 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 这个魔鬼也是最美丽 最有智慧的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魔鬼是又丑又笨的 我也想告诉你们 如果现在撒旦跟利百家一同出现 我们分辨不出谁是谁 除非我们有圣灵 不然每一个人都会被迷惑 我们必须被圣灵指引 不然的话我们也会被迷惑 我们也知道当撒旦在乙殿园里 迷惑亚当夏娃的时候 神诅咒了蛇 他这样子讲 女人的后裔会摧毁你的后裔 所以现在谁是女人的后裔呢 Jésus 就是以赛亚耶稣 他怎么变成这个女人的后裔呢 是透过这个女人生出来的 所以耶稣是从一条血脉被生出来的 这个血脉有许多人 这些人像拉伯拉罕 以赛亚哥 大卫 一直到耶稣 可是蛇的后裔是谁呢 小蛇吗 不是的 是敌基督 就像耶稣是人的血脉中被生出来的 敌基督也是同样的 是从人的血脉中生出来的 不是从神爱来的 正如耶稣基督 倒成肉身来 基督也是这样 也会取肉体而来 我们知道 撒旦知道是从女人的后裔 会有一个出来来摧毁撒旦 因为神已经面对面 在以电源跟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撒旦会尝试做什么呢 所以撒旦就尝试摧毁女人的后裔 所以撒旦知道神的计划是透过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也就是以色列 来执行他的计划 所以撒旦 试图的要摧毁以色列的国 可是神有一个计划 一个充满他应许的计划 神的计划就是透过女人的后裔 把他心爱的孩子们带回他自己那里 神的计划就是透过女人的后裔 就是米赛亚带来救恩 所以上帝开始做 所以亚当和夏娃有孩子 给该隐跟亚伯 一个好一个坏的后裔 总是两个 坏的杀了好的 所以神又给亚当夏娃 另外一个孩子 赛特 然后他们盛养众多 直到挪亚 可是有发生一些事情 圣经讲 这个全地充满了罪恶 所以神必须毁灭全地 所以神呢保全了挪亚的一家 可是用红水杀了所有其他的人 神为什么要毁灭全地呢 为什么连女人孩子都要一起杀掉 上帝这么邪恶吗 为什么上帝也把他们通常都毁掉呢 他们都是罪人吗 我们也都是罪人啊 但是神也没有把我们毁掉 而且反而拯救了我们 所以神为什么要毁掉了全地呢 我们知道神是美善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为什么 为什么神一次又一次的命令以色列 要洁净外族人 男人女人跟小孩子都要杀掉 为什么神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知道神曾经这样子在以电源说 女人的后裔会摧毁蛇的后裔 所以这个教导我们什么呢 正如女人的后裔生养众多 所以蛇的后裔也在生养众多 所以这为什么神又一次一次的毁灭人 因为那些都是蛇的后裔 他们在生养众多 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 有一个奥秘的钥匙 创世纪第六章二到四节这样子说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 然后第三节说 耶和华说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祂的里面 所以第四节说 那个时候也就表示在洪水之前 有伟人 这个就是Nephilim在地上 后来呢 巨人 他们又讲到 这些鬼人或是巨人 跟神的儿子们 跟人的女子们 交合生子 就是上古 鹦鹉有名的人 所以 所以 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 教导我们 那个时候 在地上有聚 Nephilim在西伯来文 是堕落者的意思 这也讲到 是神的儿子 娶了人的女儿的结果 而且讲到 那个时候 也讲到后来 那个时候是讲洪水之前 后来是讲洪水之后 那时候是洪水之前 后来是洪水之后 我们就要表明呢 神的儿子 跟人的女儿 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一个族群是从神来的 一个族群是从人来的 我们可以在旧约中 找神的儿子 这个名词五次 每一次都是用在天使 我们做到约伯记 一章六节 他讲到天使 也用到神儿子 这个名词 约伯第二章第一节 也是讲神的儿子 约伯三十八第七节 也讲到天使 也是用神的儿子 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 这个是讲天使 所以这告诉我们呢 是那些堕落的天使 娶了女人生的孩子 这些就是巨人 圣灵约三章三章 三章十一节 记载了这一个床 是一个王的床 为什么圣经要 讲到床的尺寸呢 除非他一定要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他告诉我们 这个床呢 是四米长 所以圣经记载一个床的尺寸 是要告诉我们 他要我们知道 这个王不是一个正成的人 他不是神所创造的 很多人认为 像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三十节说 天使跟人不能有性交的动作 可是呢 不是这个经节的意思 我们看看呢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三十节这样子说 他说呢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这个不是讲 天使不能性交 只是讲 天使不娶 也不嫁 这是很大的区别 一个不娶 并不是表示 不能有性交 这节经文讲 当我们复活以后 我们也不再婚娶 就像天使一样 不再婚娶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耶稣 复活之后 还是个男人 他的性别没有改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的性格 性别也不会改 到我们复活之后 这个经节只是教导我们 我们复活之后 也不娶 因为婚姻是创造为了人类生存 为了繁殖 我们不用再繁殖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永生的 我们会永生 可是我们不需要 有性的功能 像天使一样 他们不需要结婚 因为他们不需要繁殖 所以也没有女的天使 因为女性的特征 也是为了保持 人类一直存在 天使已经可以永生了 他们不需要繁殖 希伯来说 12章22节这样子说 从起初神就造了很多天使 可是人类呢 神只创造了一对夫妻 亚当的孝王 然后神就命令他们 生养的种种 然后呢 旧约新约都有讲到 有一些天使 常理 有犯性的证 在创世纪第六章呢 这堕落天使 与人的女儿犯了性的证 犹大书也是第一章六到七节 也讲到天使们 是怎么样因犯了性的罪而堕落 刘大书第一章六到七节讲到 又不守本位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就用锁链 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然后下一节又说到 下一节又讲到什么呢 讲到 如同索多玛 俄摩拉 和周围诚意的人 也照着他们 一味的行淫 随从 逆性的情欲 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有一些天使呢 随从逆性的情欲 来犯奸淫的罪 像索多玛和俄摩拉 所以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有一些天使和女人 发生了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 创世纪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 在洪水之前 凡有血气的人 都如此败坏了 除了挪亚和他的一家以外 也就是说 除了挪亚这一家 整个人类都变成 堕落天使 与人类的混血种族 然后他们当中 有一些是巨人 唯有亚当和他的一家 保持了 从亚当 而来的 纯净的血统 没有和堕落天使联合 这是为什么 神拯救了挪亚和他的一家 所以他们是唯一有纯洁血脉的 唯一可以在洪水之后 重新开始 一个洁净群组的一家 一个洁净的一家人 创世纪六章第九节说 挪亚在当时的时代 是个完全人 希伯来语言 这个完全是 是没有污点的意思 其实呢 是讲到身体的完全 不是道德的完全 这个字呢 也用到形容 动物的献祭 献祭的这个畜生 也要完全 是Tamin这个字 所以意思是纯净 或是毫无瑕疵的意思 所以用在亚当这家人的时候 是表示他们从亚当 挪亚的这家人呢 是表示他们这家人 从亚当血脉 留下身体洁净的 纯净的人 表示这家人 没有与堕落的天使联合 所以呢 挪亚被神拯救 是因为他身体是洁净的 不是他是圣洁的 然后圣经也有讲到呢 这个神在 众多天使中的 那个撒旦 背逆了上帝 而且跟 亚当夏娃立了约 然后上帝就把某尾 从天上赶出去 他就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 离开了天生 所以从那个时候 宇宙就有两个国度 光明的国度跟黑暗的国度 所以我们说 从黑暗国度的那些 堕落天使 和正常的女人联合 所以这两者的混血 就是生出了巨人 可是神从来没有制造 创造巨人 可是我们要对这件事情 非常留意 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 这样子说 不可忘记用爱心 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 所以这个经文 是什么意思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天使可以就像你跟我一样 最近也告诉我们 除了神以外 还有另外两位 他们来拜访亚伯拉罕 在冲事纪十八章第二节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见有三个人 在对面站着 我们知道 一个是耶和华的父亲 而两个人 其他人 在天使 他们看得正如我们 不像我们 像我们想象 我们知道一个是天父 其他两个 看得就像跟人一样 所以我们也知道 在天上 他们看得也跟我们一样 创世纪十九章第五节 证实了这件事情 我们也看到 两个人去 这个所多玛的时候 别人也看 他们是人一样 他反而是要救罗德的 所以创世纪十九章五节 那些人对罗德这样子说 今天晚上到你们这里来的那人 在哪里呢 把他们带出来 认我们所为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两个是从天而来 我们会惧怕他们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 要你们意识到的是 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要谨慎 不要被迷惑 所以第二十四章 第四节要讲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 迷惑你们 所以我们看见 神告诉我们 堕落的天使和女人联合 生养众多 并且生出了蛇的后裔 我们也知道 这有两种天使 一个是神国都来的天使 一个是撒旦国都来的天使 圣经上告诉我们 在地上有一些人 他们看起来就像你跟我 可是他们不是神的儿子 他们是仇敌的后裔 我们必须了解这件事情 我刚认识耶稣的时候 在一个佛教的庙里 本来是在考虑 要不要成为一个尼姑 可以就在那个时候 耶稣向我显现 在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被邪灵折磨了几年了 我在不同场合上 在与邪灵相遇了 经历很多次 在不同的时候 我体会到他们 我在庙里的时候呢 我可以听到他们 用声音来跟我讲 说我是耶稣 他们称自己是耶稣 而且呢 他还没 也是在行神机呢 这些话呢 叫我把所有的钱都给出去 我有一次就把二十四万八千美元 就白白地捐出去了 可是我给是出于惧怕 而不是出于慷慨 可是那个耶稣是假耶稣 如果不是神行了 大的神机 又还给我十万美元 那个时候就一文不值 我自己经历了很多奇事 我必须告诉你 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 好几年 来学习如何分辨 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前行 可是现在这个知识 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在神面前告诉你 我曾经遇见一个光明天使 以为他是神 我本来要准备敬拜他 可是圣灵阻止了我 我也看到成为肉身的鬼魔 看起来就像人 我真的看到很多神经 我现在警告你 不要相信每一个你所听到的声音 也不要相信每一个超自然的经历 都是从神而来的 圣经上也这样子讲 检查这个灵 因为很多鬼魔的灵 也在施行神机 其实录十六章十四节这样讲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奇事 他们是要魔鬼 他们行奇事的这些都是魔鬼 是堕落的天使 看起来就像人一样 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 很多人来跟我讲 上帝跟我讲这个 上帝跟我讲这个 因为他们相信每个声音 每个异象都不是从神来的 他们真的相信这些 真的非常危险 所以你很强烈的警告我 而且跟我们讲这样的迷惑 而且会越来越强 可是呢 我们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八节 有这个应许 这个应许说 那时候你们必归回 我们将会分辨出 将善人和恶人 侍奉神的和不侍奉人的 分辨出来 所以呢 所以呢 以电源中 神面对面的跟撒旦讲 女人的后遗 会摧毁蛇的后遗 所以呢 撒旦呢 也会尝试的 来摧毁女人的后遗 所以呢 神下有一个计划 他也要来执行这个计划 来成就他的计划 就来摧毁蛇的后遗 所以神摧毁了 挪亚的时代 因为他们是蛇的后遗 所以神拯救了 挪亚 因为挪亚是 女人的后遗 神又重新开始 挪亚的家庭 生养众多 再一次的 遍满了地面 所以现在神也在找 对的人来成就 他的计划的人 神就找到了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信靠神 顺服神 他就献上了他的独生子 神就告诉亚伯拉罕 因为你依靠我 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独生子 留下不给我 我向你启示 我会祝福你的后遗 透过你的后遗 我要拯救世界 神就告诉亚伯拉罕 我会带我的孩子 回到你 神就告诉亚伯拉罕 我要透过你 把我的孩子 再重新带回来我这里 所以神终于找到了 他所要找的人 所以神就开始执行 他的计划 一个拯救全人类计划 就透过了亚伯拉罕 跟他的后遗 所以现在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亚伯拉罕 以撒跟以什玛利 所以再次 为什么神说 你只有一个儿子 你只有一个儿子 可是神为什么 跟亚伯拉罕 你只有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明明有两个儿子 因为我们知道 以什玛利是在婚姻之外所生的 所以是在约之外所生的 我们也看到两个后裔 神选了其中一个 然后神也给亚伯拉罕 然后神也给亚伯拉罕两个儿子 而且又是一个好一个坏 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 神就对以撒的妻子利把家说 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耶和华对他说 两国在你腹内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马拉罕书一章二到三节这样子说 耶和华说 我却爱雅各 恶以撒 神为什么要恨以撒 为什么要恨一个婴儿呢 神不公义吗 不 神是公义的 因为以撒是蛇的后鸭来的 欧巴底耶书一章十八节讲 以撒家必无余圣的 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 这个讲道 以撒家不会有任何人生家 我们又看到两个婴儿 雅各跟以撒 也看到两个国家 然后神选择了雅各 为了刀塞亚各 神跟亚各摔脚 圣经讲呢 神就摸了亚各的大腿窝 亚各的大腿就扭曲了 它就变成瘸子 为什么神要使亚各变个瘸子呢 因为神要告诉我们 这是一场真实的摔脚 或是有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还不理解的意思 我们知道那天呢 神亲自的把亚各的名字 改成以色列 神取的这个名字 把这个名字给亚各 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见到神的王子 我要告诉你 以色列是一个镜子 反照出我们每一个人 脱离黑暗的奴隶 穿越旷野 进入应许之地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旅程 所以雅各与神的摔脚 也就是我们与神的摔脚 以色列是以色列 以色列是雅各的孩子们 可是以色列呢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 以色列呢 就代表得胜者 因为以色列意思就是 是见到神的王子 就像雅各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 在跟神摔脚 就像神给了雅各一个新名字 神也会给那些得胜者 新的名字 我们在启示录二章十七节看到 并赐给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如果我们要得胜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不会成为那些 圣经中已经预言会被迷惑的人 我们一定要确认自己不是那些被迷惑的人 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这样子说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神迹其事 若行 就把选民迷惑了 所以了解 以色列是个关键 以色列曾经叫雅各 神自己取了这个名字 就是最终要见到神 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节 圣经这样子说 讲到只剩下雅各一人 一个人与他摔角直到迷迷 我们下一节经文知道 那个跟他摔角的人是神 然后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八节这样子说 神对雅各说 祂讲你的名不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 都得了圣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些事实 神自己与雅各摔角 神自己说雅各得胜了 第三点呢 又讲到雅各又独自一人 我们也看到神跟雅各这个摔角 持续了一整晚 直到天亮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改变名字的一个关键 也就是改变他的生命的目标 就像亚伯拉罕的名字被改变 还有其他被改变名字的人 在这个故事呢 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这个故事中 是一个转化的 生命转化的一个故事 我们看 我们看 开始呢 雅各在跟神摔角 他本来是一个 用诈骗手段 得到祝福的人 在那个时候呢 雅各 重复了犯罪 因为他害怕 他跟他的家人都失去性命 可是呢 当他跟神摔角以后 成为一个光荣的人 成为一个领受应许的人 我们也看到 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六节这样说 神对雅各说 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但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所以我们看 雅各从跟神摔角之后 他被改变了 他不再是雅各 而是以色列 Yakob means heel not straight Yakob means heel not straight the one who sees God 雅各 Yakob means not straight OK 就是不直的意思 because he comes from the Hebrew word heal 是弯的意思 And israel mean a man who sees God 以色列就是看到神的人 这个也是从神的圣洁而来的 所以他跟他哥哥所以扫他们的冲突 他为这些事情不再害怕了 他就真心地说神真的与我同在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与神摔角 我们也是对我们的敌人充满了惧怕 可是我们悔改了以后 神就改变了我们的命定 我们就领受了神的应许 突然间我们的敌人 我们就不再惧怕他们 我们也可以真心地说 神真的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要注意那次的摔角 持续了整夜一直到天亮 对啊一直到天亮 这也讲我们一直要争战 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 奥秘 我们怎么能跟神摔角 而且得胜呢 我们看到亚哥不容神走 直到他领受了神的祝福 所以我从中间学到 这是一扇门 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扇门 这一定又是一个先知性的动作 当我们战争的时候 我们要紧紧抓住神 我们不管经历什么 我们都不能放弃 神会祝福我们 会改变我们的命定 会给我们新的命定 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 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命定 而且给我们一个新的命定 我学到怎么要信靠神 所以论断以色列也非常危险 因为论断以色列就是论断自己 所以雅各带着他的新名子以色列 他有十二个儿子 这也就变成了十二个支派 就变成了一个国家 他也带领了这个以色列国 然后把它们变成了一个祭司国 因为他们也要做出一个很重要的献祭 为了救赎人的献祭 因为只有祭司才能够做这个工作 我们也知道扫罗王是如何 失去了他的国家 他自己献祭 虽然自己不是个祭司 不是祭司而献祭 我们所以看到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 所以我们看 神把以色列变成一个祭司国 因为神需要以色列来杀死他的羔羊 神的羔羊 所以神要怎么做呢 如何让以色列杀死以色列呢 我们需要先明白 以色列正在等候他们的神 而且已经等了几千年 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们的以色列呢 神要怎么样使以色列来杀死他的羔羊呢 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节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讲了上帝关上了以色列的眼睛 所以以色列没有认出他们的异赛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 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树木填满了 中文版的翻译说是硬心 其实 King James这个英文 硬定版说 是闭上眼睛 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我们看到 神把法老的心印掉 所以首先神拣卷亚伯拉罕 叫他做先知性的动作 就是把他的儿子献上 然后亚伯拉罕呢 在创世纪22章第8节 他说出了正确的法语 神必自己预备 做番祭的羊羔 然后亚伯拉罕做出了 献上他儿子的动作 然后神做回报 把自己的独生子 变成 可是呢 神需要一个祭司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神用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像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 如果以色列认出了 这个弥撒亚的话 什么事情会发生 他们就不会杀死这个弥撒亚 所以外邦人就不会得救 只有犹太人得救 神就把以色列变成个祭司国 而且叫他们不要与外族通婚 所以他们的血脉就可以保持纯净 来保护女人的后裔 神不要蛇的后裔 混入以色列的百姓 就像创世纪六章二节一样 因为堕落的天使与女人联合 并生养众多 那些生物只有一个目标 来摧毁女人的后裔 来摧毁以色列 以色列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孩子 还有那些被迎接 被接上的那些 所以以色列的敌人 也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一定要记得 以色列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以色列的意思是 见到神的那一位 所以神通过保罗 在罗马书 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说 神关上了以色列的眼睛 为了外邦人的缘故 然后下一个经文讲到 因此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 所以神把以色列变成一个国家 变成一个祭司的国家 然后命令他们把羔羊杀死 而且叫他们遵守神所有的诫命 因为他所有的诫命也是他所有的计划 我们知道玉岳节的羔羊是代表耶稣基督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七节这样讲 因为我们 玉岳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被杀献祭了 这里呢 神给以色列的命令就是 把玉岳节的羔羊杀死 就是先知性的动作 就是把 弥赛亚耶稣基督杀死 揣积记十二章第六节讲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所以神为了要以色列守他的诫命 神给以色列对主的敬畏 所以出于敬畏神的心 以色列遵守神的诫命 出于敬畏神 以色列遵守了旧约 所以因为敬畏神 以色列守所有的节旗 因为在节旗中 都有先知性的动作 来讲解 神救恩的计划 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一到二节 神叫以色列遵守他的节旗 所以这个字呢 节旗这个字 是希伯来的摩埃 摩埃的意思呢 就是结婚定下的时间 在这个经节呢 神也叫以色列 跟所有神的圣会 要有神的圣会 所以圣会的 在希伯来文叫 这个意思是圣会 可是也是圣洁的彩排的意思 也告诉我们 节旗是什么意思 节旗就是羔羊婚宴 指定时间 圣洁的彩排 圣洁的先知性的动作 神就命令以色列 作为祭司 来刷掉羔羊 在神指定的时间 做神的救恩计划 就是这些先知性的动作 圣洁把他救恩的计划 分成七份 在他计划的每一份 定了这个时间 所以神创造了七个节旗 七个神圣的彩排 在他指定的时间 在第一个节旗 就是玉月节 耶稣被钉食之下 第二个节旗 是除效节 耶稣被埋葬 第三个节旗 出手节 耶稣复活了 正好在五十天之后 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 神又把他的灵 叫赐给人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这些节旗 不是光给犹太人的节旗 其实这些节旗 是给全世界的人 这个先知性的动作 是神给人的救赎计划 所以耶稣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地上 一千五百年前 以色列已经开始 做这些先知性的动作了 每一个步骤都做了 以色列做出来了 这个丁十字架 埋葬与复活的 先知性的动作 而且也做了 神赐下圣灵的 先知性的动作 耶稣来之前 一千万年前 就已经开始了 就有两组节旗 前面四个已经成全了 我们还有三个将要来 我们看这前四个节旗 也是神计划的四个步骤 他们已经完全了 已经被成就了 他们已经完全了 已经被成就了 接下来的三个节旗呢 也是神对我们将来计划的启示 这也都写在旧约里 所有写在新约里的都隐藏在旧约里 每一个应许跟每一个预言都写在旧约里 等候被打开 我给你一个例子 传奇纪二十四章九到十一节 第九节说 摩西 亚伦 拿达 叶比乎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到上面 圣经中文版说上山 这是错误的 它只是说向上 第十节说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坦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十一节说 他们看神 他们又吃又喝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所以告诉我们摩西和长老们 他们去上面 看到了神 在一个平坦蓝宝石 如同天色的明镜下 然后又与神吃喝 上帝把他们提上去了 他们并没有上山 原文没有这样子说 他们说 他们上去 看到神 神站在平坦蓝宝石的石上 如同天色明镜 就是在天堂的一个景色 然后与神吃喝 如果你去那些地方 你可以看到 这个山上不是蓝色的 不是像蓝宝石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注意看 在讲完那节以后 神才跟摩西说 上山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 节情是为了什么 我们就明白 敌基督为什么要 企图改变这些 但一里七章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 这个敌基督呢 将要尝试来改变 神与我们指定的时间 为着我们 与我们天父 圣的再相聚 敌基督将要尝试改变的律法 就是神的律法 神的诫命 神的诫命就是为了 在主所指定的时间 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 在正确的时间 进入神的国 在神所指定的时间 在神所指定的计划 可是敌基督 要我们错过这个时间 耶稣从这个五个错过 这个定时的时间的童语 来讲解这个 有五个童语 就疏忽了这个指定的时间 马太福音 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耶稣对那些童女说 离我去吧 你们这些没有律法的人 你们这些没有神的律法的人 可是也同意说 我们奉你的名 说了预言 可是耶稣说 离开我去吧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这四个节起已经成就了 我们正在两组节起之间 这个两组节起的时间 是神用来收割 祂的信徒 也就是基督徒 祂的孩子的时间 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神如何 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用以色列 好像神用以色列 来选他的孩子们 神用以色列来分别 绵羊跟山羊 让我们来看怎么样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神把以色列 赶散在列国 撒迦利亚书 12章3节这样子说 那一切 happen in that day that I will make Jerusalem a very heavy stone for all people all who have all who would heave it away will surely be cut into pieces through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are gathered against it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 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 当作一块重石头 凡举起的 必受重伤 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 所有那些要摧毁犹太人 可以摧毁耶路撒冷的 都被剪除 所以让我们来看 在路加福音 15章11到32节 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这个故事 由路加福音15章 十一道三帅节 所以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然后其中一个儿子 把他继承的产业 都浪费掉了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他决定回到父的家中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呢 当父亲远远地看见他来的时候 父亲就动了慈心 跑向他抱住他 而且连连亲嘴 儿子对父说 父啊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 可是父亲对仆人说 给他穿好袍子 把戒指也戴在他手上 也给他穿上鞋 又取了一只肥牛犊来宰了 让我们吃喝快乐 因为我死去的儿子又复活了 我的儿子之前失丧 经被巡回 耶稣又继续地告诉我们 当大儿子回到家中 他很生气 他拒绝与父亲一同欢乐 所以父亲呢就出来 请求他对他这样子说 儿啊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以礼当欢喜快乐 可是大儿子拒绝 为了他弟兄回转 与父亲一同欢喜 他没有跟父一起欢喜 他的弟弟的归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神用以色列来检验外邦人的心 Joel 3.1-2 tells us 月儿书第3章1-2节说 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 被卤的人归回的时候 我要聚集万民 带他们到约沙法谷 在那里施行审判 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 就是我产业以色列 分散在列国中 又分取我的土地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要为着以色列审判列国 他说我要在那里审判 因为我的百姓 我的产业以色列 然后撒加里亚书 12章第9节这样说 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 耶路撒冷各国的民 然后以色列书49章26节 这样说 这个是很惧怕的 对外邦人 我必食 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 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 就好像喝甜酒一样 凡有血气的 必都知 我是耶和华 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赎主 是雅各的大能者 撒加里亚书14章12节这样说 耶和华用灾阳攻击 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 必是这样 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 肉必消灭 眼在筐中干别 舌在口中 溃烂 然后 俄巴迪亚书一章15节 他说 耶和华将法的日子 临近万国 你们怎么样行 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你的报应 必归到你的头上 我们必须明白 拿尔米的故事 和他两个媳妇 路德和阿尔巴 这是末世教会的故事 他们都嫁给 拿尔米的儿子 也就代表 他们都进入了 与以色列的约 可是呢 艰难来到以后 二二八就离开了 拿尔米的子民 可是路德反而说呢 你的名就是我的名 你的神是我的神 中文是 翻译成 你的国是我的国 可是正确的翻译是 你的名是我的名 她并不是说 你的神是我的神 但你会去地狱 带去神学 就是这样子说 她说你的名就是我的名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往哪里去 我就往哪里去 你死在哪里 我也死在哪里 所以我们也知道 神充裕地赏赐了路德 路德就嫁给波阿斯 因为波阿斯像个掌权者一样 圣经充满了奥秘 旧约是我们理解的关键 所以路德进入了 与波阿斯立的约 他们一同生出了大卫王 然后又生出了耶稣 But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First Ruth brought King David 所以路德先生出大卫 奥坊 brought Goliath 那个另外一个俄拿 就是另外一个媳妇 生了格拉雅 格利亚 And David killed Goliath 然后大卫杀了格利亚 So we see here amazing actually 对啊 真是很奇妙一件事情 The union of Jew of Gentiles brought forth The first coming of Christ 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联合 生出了就是耶稣来的第一次 Just like you know Just like Ruth Like I said before Just like Ruth Married The seed of a woman Married Boaz And brought forth The seed Sorry I got coffee for a moment Shit I care about that Never mind We're done now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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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uess We're sure we're done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last day church Okay This is末日教会的故事 And the one that stands with Israel 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的 And become one new man in Israel 就会跟以色列一同成为一个新人 They together will bring forth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他们会一起来使第二次的基督在来临 You see this term One new man holding it all the mystery of God's plan 这个新人的这个词含了这个神的计划中的奥秘 You see the union of one new man The union of Jew and Gentiles We'll bring the fulfillment of Zechariah 14 verse 9 所以呢 这一个新人的联合 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联合 会带来撒加里亚十四章十九节的应许的成就 Which says And Jehovah will be king of all the earth On that day Jehovah will be one And his name will be one 这一章这一节所说到的就是 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 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You see Roman 11.36 say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To him be the glory forever. Amen Romach 11.36讲 因为凡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Amen And Ephesians 1.10 says Yhovah所书一章十节将说 As a plan for the fullness of time As the plan of fullness of time To unite all things in him Things in heaven and things on earth 要按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You see right now we hav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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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ather and the old testament 一组是以色列天父旧约 The other group is Christian Jesus and the new testament 另外一组是基督徒 耶稣新约 And the union of these two will bring everything back together 当这两个联合在一起 就把所有一切都联合在一起 And it's belong It belong 因为他们真的是 应该归在一起的 And it's actually amazing Just like the higher ascension All we will be one We will be one 就像撒加里亚说 耶和华必独一无二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 只有一族 Look we must stand with Israel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以色列同站在一起 You see we actually have no choice 其实我们没有选择 To stand with Israel It's actually our future 因为跟以色列一同站立 是我们的未来 Because our future is bound together 其实我们的未来 是连接在一起的 We must come together 我们必须同一起 We must break once and for all This world of separation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隔断的墙 给它毁掉 成为一族 We must become one In Jesus' nam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一定要按照主耶稣的名 成为一族 You know one time When I asked God about my people You know what he told me 有一天呢 我问神有关于 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神跟我这样子说 He said I am the God of the living I am not the God of the dead 我是活着的人的神 我不是死人的神 Next to me are Abram Isaac Jackop Moses Daniel Joseph They all never stop praying over you Don't you think I would give them the hard desire 在我身边有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摩西 但以李约瑟 他们从没有停过 为你们祷告 你认为 我难道不会把 他们心里所求的 给你们吗 You know being a Jew is not a simple thing 当一个犹太人 真的不容易 On top of it watching my people going through so much 我眼睁睁的看到 我的百姓 受这么多的苦 Getting murdered Getting slaughtered Day by day Over and over again 每一天都有人被谋杀 一次又一次 看见这些事情 And the world And the church Just watch 然后这个世界 这个教会 只在旁观者 It's a bin 第十二章 第三节 神说 And I will bless them that bless you And I will curse those who curse you For in you shall all the family of the earth will be blessed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咒诅你的 我也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It doesn't only say Those who blesses I will be blessed It also says Those who curse I will be blessed 他不是只说 祝福以色列 神要祝福他 他说 祖咒以色列 也会被咒诅 You see Satan used this promise To destroy the church 所以呢 神就用这些应许 来摧毁教会 Satan Satan used This very important point Satan used this promise To destroy the church Satan就用了 这个应许 来摧毁教会 Satan poisoned the church Church against Israel Against us He poisoned mankind You have given the translation Which I can prove Satan 把这个毒药 给教会吃 连这个翻译上 都带了这些毒药 You see Satan worked very hard to stop the Gentile church from receiving Hell blessing 所以呢 Satan也是 费了心机 要阻止外邦的教会 领受祝福 God in Isaiah 41 Vers 5 1 He calls the nation for judgment And he said So以赛亚书 41章第一节 这样子说 He says in verses from 8 to 16 He says then 从8到16节 这样子说 He said But you Israel Are my servant Jacob Who I have chosen The descendants of Abraham My friend You Who I have Oh sorry You Whom I have Taken from The end of the earth And called From its Father's region And you And say to you You are my servant I have chosen you And have not Cast you away Feel not for I am with you But do not dismay For I am your God I will strengthen you Yea I will help you I will uphold you In my righteous Right hand OK And then verse 11 He says Behold all those Who were against you They shall be ashamed And disgrace They shall be as nothing And those who strive with you Shall perish 11节讲 凡向你发怒的 都必抱羞愧 与你相争的 必如无有 并要灭亡 Let us all rejoice With the father On the return Of our brother Israel 让我们一同 为着以色列的 回转 与父欢喜快乐 Let us be ruthless Not an offer 让我们当路德 不是当额尔巴 Let us tell Israel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will be my God 让我们跟以色列说 你的名就是我的名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And wherever you will go I will go And wherever you will lodge I will lodge 我们也跟他们说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住在哪里 我也住在哪里 When you will die I will die And when you will be buried I will be buried 你死在哪里 我也死在哪里 你埋在哪里 我也埋在哪里 And the Lord So do to me And more also If anything but death Part you from me Part you and me And then Ruth will say And the Lord 除非死 使你与我相邻 不然愿耶和华 重重的惩罚我 So let us pray 对 让我们一起祷祷 Father God Our precious God 父我们宝贵的神 We thank you so much 阿爸 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 Thank you for your faithfulness 感谢你的信实 Thank you so much That you love us 感谢你的爱 阿爸 Thank you for your amazing salvation plan For us 你感谢你 为我们设了这个奇妙的救恩 Thank you Lord For always fighting for us 也为我们 总是为我们做征战 Thank you Lord For disciplining us 也谢谢你管教我们 And thank you for saving us from the fire of hell 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 We come before you Father humbly In Yeshua's name To ask for forgiveness 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也奉主耶稣的名 求你饶恕 Father forgive us 父啊 饶恕我们吧 Father forgive us for ignoring ignorantly being used by the Antichrist against you and against your plan 来顺免我们 无知被敌基督利用 来抵挡你和你的计划 And against your people 也抵挡你的百姓 以色列 Please forgive us Father 好 顺免我们 Father transform us 改变我们 转化我们 Father we give you all authority 我们把所有权力 交给你 To make in me the necessary change to transform me Lord 在我里面要做 需要的改变 转化我 Father God 转化我 父啊 转化我吧 Transformers is you Transform Jekyll 就好像你转化了雅各一样 Transform us 转化我 And make us new 我求你 更新我 Aber make us like Ruth but not an orphan 使我变成路德 而不是阿尔巴 Father put your heart in our heart 把你的心放在我的心里 Let us weep for what you you weep Lord 要为你所哭泣的 我们来哭泣 If you feel in your heart say it with me 如果你心里 也是这样子感受的话 跟我一起说 Raise us Abba Raise us Abba Raise us Abba Raise me Abba Raise me Abba Raise me Abba To be a watcher on the wall Raise me 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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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为你的孩子 为我的弟兄姐妹 以色列来祷告 帖 父啊把你的心放在我的心 转化我吧 饶恕我吧 父啊我也奉耶稣的名 求你饶恕 也向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还有所有的先知 我也请求饶恕 没有跟以色列一同站立 而且还抵挡以色列 而且还带去以色列 饶恕我父啊 饶恕我以色列 我奉耶稣的名字 阿们 我现在想要求 一些人去代表中国和澳大利亚 and to ask for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those two nations Cindy,妳是中國來的嗎? We already arranged it We already arranged it We already arranged it 我們現在要找一個代表中國 一個代表澳洲 然後來請上帝饒恕我們 做一個先知性的行為 We know how prophetic acts are important in God's eyes 我們知道先知性的行為 在神的眼裡是多重要的 By doing it It will make it different and it will lift curses from our nation 我們做了以後 會使我們的國家的詛咒被驅散掉 You know, we as Israel We need, I also need to learn to forgive the church 以色列也要學習怎麼樣 饒恕教會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rough centuries That in the name of Jesus They actually murdered many Jews 教會也奉主的名 幾個世紀來 殺了不知道多數的 多數的以色列人 And we are always persecuted And we are always persecuted 以色列人也被逼迫 No matter where we go 我們不管去哪裡 So let us reconcile Let some prophetic act of reconciliation 讓這個先知性的行為 entitled Cis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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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